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今天的台股竟然又再次的大涨了200点 我们看到了前天先涨200点 然后呢 昨天再涨200点 今天再涨200点 虽然这个点数的涨法 涨幅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别 有时候稍微少涨一点点吧 涨个150 有时候涨250 但平均下来 我们这三个交易日 已经涨了将近600点 指数也很顺利的在今天一开盘 就突破万六 哇 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都没有看到指数站上万六过 偏偏就在这个礼拜一 最悲观的时刻 然后呢 连续三天的大涨 直接一股作气拉上万六 所以金融市场就是这么有趣嘛 当大家都在悲观的时候 股市的走法就会这么的出奇不易 那么关于这一次的行情 以及这一波的反弹 我相信我们团队在节目上面 以及我们在全租里面做的分享 都应该有跟大家提醒到啦 至少至少不会卖在那个很没有尊严的位置上面嘛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是什么 这波行情到底要走到哪里 以及大家最在意的是 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忽然出现转折 还是未来就是要一帆风顺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 在节目的一开始 一样邀请大家帮我们点一个赞 感谢所有对我们不离不弃 愿意持续支持我们 鞭策我们的投资朋友好吗 那大家都是非常棒的 我们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股市里面 赚到自己想要赚的 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法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在交易上面想要咨询的话 都可以拨打影片下方的电话 团队伙伴都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做服务 今天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万六 终于成功的被站上了 二月没有攻过万六 三月没有攻过万六 四月也没有攻过万六 终于在五月十八号的这一天 台股终于突破万六了 当然万六有没有过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上面 有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想法嘛 万六它终究就只是一个心理关卡 有没有过去 它是一个假议题 为什么被称为假议题 难道指数不过万六跟过万六 会对我们的交易有差别吗 其实没什么差嘛 就算今天你说只涨了100点 指数没过万六 交易策略会改变吗 不会 今天大涨200点 指数过了万六 交易策略会有改变吗 也不会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突破万六是一个假议题 但无论如何 突破万六就是大家开心嘛 因为我们看到的行情很火热 那指数也在这一波创下了一个新高 那么至少现阶段 看起来行情已经没有这么悲观了 再来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万六已经是过去式了 要讨论的问题是空方时间到了吗 很多同事朋友 其实在这两天的大涨里面 是开始打空单 打指数空单 但我们在节目上面提醒过大家 我们认为这一波520的行情还没有走完 那我们也希望同事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 不要傻傻的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去打指数空单 当然长期来看的话我们不能说你不会赢哦 你如果把时间放得更远 你放到两个月后三个月后 说不定你打的空单是会赚钱的哦 可是在现阶段指数就还在喷嘛 我们看到了外资的期货未平仓量 来到了三万多口的进多单 左看右看好像都不太适合在这个位置上面打指数空单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强调先有观点才有策略 当我们研究完了这些数据以后 我们会形成一个在市场上面的观点 我们再透过这样子的观点来去制定交易策略 所以既然观点上面我们看到了外资期货进多单这么的多 筹码上面几乎都是偏多 那么我们的交易策略当然不会在这个位置上面去打指数空单嘛 好不好 所以空方时间到了吗 我们先告诉大家还没 现在还没到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空方时间还没有到吗 到了今天指数真的突破了万六 不就印证了我们前面告诉大家的空方时间还没到吗 昨天晚上的美股手法超级强 四大指数都大涨超过一个百分点 特别是费半直接涨了2.5个百分点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举债上限的议题 重新被拿回来台面上面 可是跟前天不一样哦 之前前面在跌的时候 美股在跌是跌什么 别说哇这个协商没有进展 昨天的美股 四大指数都大涨一个百分点以上 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举债上限 好像拜登跟麦卡锡有共识了 所以呢市场上面接收到了这样子的利多 一口气的情绪释放 我们就看到了四大指数都出现了明显的涨幅 那么大家一定会看到今天的新闻 就是讲说美国的举债上限有解了 现在呢拜登跟麦卡锡好像在这个礼拜就会达成协议 那么这个是5月18号也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新闻嘛 至于会不会达成协议 我们一样先讲结论 美国的债务上限一直都告诉大家不会文约 这个问题终究会被解决 只是过程不会太顺利 那么我们认为啦 因为叶伦告诉我们说 这个财政部的现金最快最快会在6月1号之前用完 所以呢如果今天美国政府他们不想要违约 不想要关门的话 这个问题必须要在6月1号之前解决 当然能不能那么顺利 我们也真的还不太确定 为什么 理由我们也告诉过大家了 这是政治问题 我们在5月10号的财经第一线节目上面 就上个礼拜的节目嘛 我们告诉大家什么 美国不会真的违约 有没有 当时大家还在意的时候 哇这个债务上限怎么没有任何进展 是不是美国要违约了 我们直接告诉大家 美国不会真的违约 而且我们告诉大家 债务上限会被解决 但是这是什么问题 是政治问题 这不是经济问题 如果是经济问题那就好解决啦 没有人会想要美国违约嘛 如果是经济问题的话 拜登跟麦卡锡两个人手牵手 我们来调高举债上限 这个经济问题就被解决了 那为什么会说到今天 很明显的就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如果是政治问题的话呢 麦卡锡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上面 直接放过拜登吗 所以呢 他们有共识 所谓的共识是什么 举债上限终究是会被调高的 然后呢 共识是什么 共识是美债不会违约 那过程呢 过程是什么 谁要让步 拜登要让步吗 还是麦卡锡要让步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哦 所以在协商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在意的 不是说举债上限会不会被调高 因为他一定会被调高 那么我们要在意的是 到底拜登跟麦卡锡之间协商的过程 谁让了什么样的步 到底拜登愿不愿意接受 这个预算被砍掉 那这件事情看起来应该是几乎确定啦 一定是要去 让步在预算这块上面 你完全都不让步的话 麦卡锡当然也不会让步 所以就是大家各退一步 好啦 你要砍我预算 但你一开始开的那个数字 砍太多了 砍少一点好不好 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境 会比较有可能发生 所以最后通过的是什么 拜登政府的预算 确实会少一点点 比原先的预算还要再少 但是呢 也不会像现在大家看到 麦卡锡喊出来的数字这么的多 那这个美资上线 只要问题被解决了以后 市场的不确定性就降低了 当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以后呢 那股市在这个地方 当然就有机会延续吹牛行情 这是我们一路以来的观点 我们5月10号的时候 就已经先跟大家讲过了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筹码 我们每一天的研究工作 不是只有看盘 你眼睛盯着那个盘 涨涨跌跌 那个是没意义的 重点是在每天收盘以后 台股有这么丰富的数据 可以来让我们去做研究 你分点也看得到 你法人进出也看得到 你有这么多的数据 不好好利用 真的就是浪费 那么在这两天 我们看到了盘后的数据 都非常值得分享 昨天的盘后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长什么样子 外资竟然又大增了 7000口的台子齐多单 这个进步位一口气 直接拉到了3万2000口 这很吓人的 这超级吓人的 光是前天一口气增加 13000口 我们都已经吓一跳了 在昨天指数 已经来到了15900点的时候 外资竟然还在这个位置上面 继续的增加他们的台子齐的部位 所以当你看到了 昨天的这个盘后筹码以后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一定就会觉得这个指数 没有道理在这个位置上面 大崩特崩嘛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去空指数 它的期望值就会比较低一点 你想要去拆那个高点 你前天也想拆 昨天也想拆 今天还要继续拆吗 我们认为不要啦 所谓的顺势而为不就是这样子吗 当看到了筹码 积极的偏多 法人就已经铁了心 就是要把这个指数拉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用逆势的思维来去做思考 另外昨天大家很在意的是什么 自营商居然一口气买了232亿 昨天台股涨这么多 外资其实也才买了167亿 结果自营商买了232亿 其中有150亿是元大自营商买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也很快速的帮大家带一次 因为我们有一些投资朋友在问 然后我们就在节目上面帮大家解析 其实为什么元大会一口气大买150亿 是因为这个指数准备要过万七了吗 当然不是 其实有一派的说法我们有看到 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的财务金融学里面 有一个叫做套利定价模型的 这个 RB Charge Pricing Theory 套利定价模型 什么叫套利 就是它不需要承担任何的风险也能赚钱 昨天的期货呢 指数 昨天要结算嘛 所以期货拉得非常的高 可是加权指数的现货呢 其实它是相对的比较便宜 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套利 很简单 自营商可以到股票市场里面哦 去买现货 买一大堆的台积电啊 买一大堆的红海 买一大堆的大力光 什么都买 买进了现货以后 因为现货比较便宜嘛 可是昨天期货拉得又急又快又凶 所以呢 期货的估值 哎 偏高了 偏离它应该要有的价值 所以期货变贵了 而现货比较便宜 自营商就去股票市场里面买现货 去放空期货 所以大家如果昨天去看自营商的期货部位的话 其实是进空单哦 那你一边买进了股票的现货 另一方面去卖出了期货 那这个风险就对冲了嘛 可是因为一个比较便宜 你买了便宜的去卖了贵了 中间的价差就可以套利 而且是无风险套利 所以这个东西在财务金融学里面 被称为所谓的套利定价模型 也就是价格终究要回归到 它应该要有的价值 好吗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说 昨天自营商大买了200多亿 好像这个指数就要喷上万七 它会大买是有原因的 我们认为比较大的几率是 它要去做所谓的套利 这个地方也帮大家做一下说明 再来5月12号的时候 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价值指数的观点 5月12号上面 当时指数在开始往下跌 第二次跌破季限 很多人是不是开始觉得说 行情要转空了 那个转折点到了 当时整个市场情绪都不对 你每天看到股价在跌 你不可能感到兴奋 你也不可能感到乐观 但是我们在当时的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接下来指数要干嘛 植稳以后出现反弹 那有没有植稳 后来我们看到确实 它还是有在修正一小段 但是呢 植稳以后有没有开始反弹 有啊 大谈特谈啊 是不是 我们在5月15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礼拜一 这礼拜一不是上礼拜五 这礼拜一哦 这礼拜一的时候 当天贵买指数还破 还破了一个我们前一天的低点 没有破波段低点 但是就是往下跌 股价又拉回了 很多的真的都很悲观啊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在礼拜一的时候 超级多人都已经悲观到不行了 都在问说要不要停顺 要不要卖股票 老师盘是不是要崩了 那我们能说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指数 在当天马上收一根漂亮的下影线给你看 我们又不是大户 我又没有几亿的资金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指数画出一个下影线给你看 但是我们在观点上面 是不是在当天就告诉大家 你不用卖在没有尊严的位置 因为反弹就在前方 反弹就在前方 那大家当时会觉得说 15400点 15500点 这个位置哪里没尊严 很高耶 现在来看 现在你可以卖在16100点的位置 为什么要卖在15500点的位置呢 三天拉了600点 这个是不是反弹 很强耶 一口气直接拉过16000 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用客观理性的立场 来去观察行情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面跟市场一样悲观 你是不是会想要在这个位置上面卖股票 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你就觉得行情已经结束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就已经是空方时间了 但不是吗 我们做的研究就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不是空方时间 所以我们才会告诉大家 既然不是空方时间 你就有反弹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必须讲 这个反弹来得又快又急 比我们预计的还要来得更快 我们原本的想法跟规划是什么 指数可能一天涨100点100点100点 慢慢的推上去 但没想到这个推上去的力道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了将近两倍 是200点200点200点这样子上去 但无论如何 至少我们不会在这个位置上面去打指数空单 不会在这个位置上面去做追空 在这个位置上面去打指数空单很可怕 在这个位置上面你打指数空单好了 你会发现什么 你在三天真的被嘎了600点 一口大台赔12万 一口大台要赔12万哦 你保证金我记得大概现在16万17万吧 三天 三天你的保证金就几乎被吃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先有正确的观点 那你有了正确的观点 你的交易方向才不会犯大错嘛 所以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的 你不用卖在那个没有尊严的位置 现在来看这个观点是不是也被严谨震了呢 可是大涨完三天以后呢 前面都是过去市了 市场的情绪有没有开始猪羊变色 开始有了哦 前面这个地方好悲观哦 不敢买股票哦 大家都在想说我什么时候要砍股票 到了今天 开始会有人问说老师 短线上面还有没有做多的机会 老师短线上面这个指数期货还能不能买 我们说实话 在这个位置上面如果你问我 我会说有机会 因为相对的比较安全一点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说要不要再去追期货 我们认为风险就比较大一点啦 理由是什么 大家想一想 大家觉得指数要攻上万七的几率大吗 我们认为相对的小一点 不要说不可能 相对的小一点 所以既然市场已经开始慢慢的变成乐观 我们不敢说现在很兴奋哦 为什么因为你前面这两天的大涨 很多投资朋友是上不了车的 每一天都是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 连追都追不上 所以呢 根本就不会兴奋 更多的是什么 错愕 错愕 所以我们从整个市场的情绪 逻辑来演变的话 会从什么 一开始是悲观嘛 礼拜一悲观 涨了两天以后开始怀疑 甚至涨到今天还在怀疑 哇这个行情会不会持续下去 那只要还在怀疑 筹码还没有乱掉 那这一波的吹牛行情 我们认为还不会结束哦 会结束的问题是在哪里 在大家都开始乐观了 哇指数参加万六 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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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跌破 这个指数要再继续往上走 往上攻击了 上看万七 当市场的共识变成这么乐观的时候 反而是大家要留意的风险 好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看法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现阶段的行情 我们不是死多头 也不是死空头 客观理性上面来讲的话 它仍然是一个区间震荡嘛 只是在今天 很顺利的突破了这个区间 但是突破区间以后 才是我们要去留意的 到底这个动能能不能延续 继续往上走 还是呢 在过后几天 它会拉回来修正 那这样子的差别 就会影响到 后面市场筹码的变化 那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节目上面 会持续来帮大家做追踪的 那实际上面贵买指数 大家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 因为加券指数 大概已经创新高了嘛 可是贵买指数有创新高吗 还没哦 贵买指数连前一波的高点 都还没碰到 所以贵买指数的位阶相对的比较低 那代表什么 代表个股 有没有轮动反弹的空间 很大啊 你如果今天贵买指数 要回到这个位置上面 中小型股会涨翻天哦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多空分歧 因为很多的个股 中小型股 其实大家会发现 这几天台股大涨 好像跟他们都没关系 连弹都不会弹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筹码的问题 资金的问题 有可能资金不碍 也有可能是因为前面套牢卖压太重 所以筹码已经乱掉了 那你说这些套牢卖压比较重的 以及筹码已经乱掉的 在未来它的反弹空间会很大吗 不会很大 因为呢 现阶段涨的都是什么 原本的强势股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上面 要告诉大家 你必须要选强不选弱 你会看到今天很多喷出的 像什么华福啊 昨天涨停 今天涨停 我们昨天买的亚航 昨天也是涨停 今天继续涨嘛 所以这些强势股的动能 相对比较容易延续 因为套牢卖压比较少 可是如果原本位阶就很低 甚至是前面一波已经跌破颈线的 这些股票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 它的反弹幅度都没有这么强 然后面如果指数继续往上走的话 这些个股都还可以有机会 反弹一小段 只是你说它要再回到前高 或者是创新高 那几率就比较低一点 所以大家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操作 要记住是多空分歧 手上一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趁着反弹的过程里面去做部位的调整 那么如果想要买股票 也就是我现在手上还有现金 我想要去配置一点资产的话呢 你要去买墙的 这个是我们这三天以来的观点 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好吗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说 在现阶段指数竟然已经在短线上面挤涨 那你在追股票上面呢 当然风险意识就要稍微拉高一点 不要跟着市场就是 哇开始兴奋起来 然后就开始去乱买乱追 好不好 不要这样子 我们建议大家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维持一点谨慎的意识 不要看到股价大涨 然后就一头热的把钱砸进去 那在后面你要再去做调整的话 可能难度就会高一点 那么像是我们提到了 2630的亚航我们在前天的时候买进 昨天顺利的攻上涨停板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一度要挑战涨停板 但我们说过了 我们每天都要做什么 盘后的筹码研究嘛 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盘后筹码 有隔日冲哦 有隔日冲的分点 所以我们本来就预计 今天应该会出现卖压 但隔日冲的分点有一个特性 如果隔天股价开高 而且甚至是有机会可以锁上涨停的 那么代表什么 他们不一定要急着现在卖嘛 可是如果发现股价锁不上涨停的时候 隔日冲就会把筹码倒出来 所以我们团队在盘中 随时都在观察股价的变化 资金流价嘛 我们看到了锁不上涨停板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全部获利出清 也不错啊 你短短两个假日里面 赚了超过一根涨停板 也是舒舒服服啦 至少我们这几百点的行情 我们不会说完全错过嘛 因为我们在大涨的第一天的一开盘不久 我们就已经先买好股票了 那买好以后隔天顺利的涨停板 今天再继续涨 那这样子操作起来的话 也相对的比较不会有压力嘛 那另外的话呢 6160的星际 一样我们在前天 台股大涨第一天 一开盘不久 我们就开始买了 那为什么买它 昨天节目也讲过了 因为位阶高嘛 套牢卖压扫嘛 买完以后 当天就拉上去了 虽然又差下来 可是呢 我们看到了昨天 拉上去 我们发现那个涨停板 有点锁不太住 它根本没有碰到插一档啦 没有攻上去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 就先获利了结一半 后来股价真的回到了 接近平盘附近 那我们也就守好停力吧 所有的持股全部出掉 那你说今天有没有继续涨 动能延续 动能延续 那你说我们昨天 买在这个位置 昨天卖在这个位置 还有下面这个地方 也是在卖了一半 你平均起来 大概也是获利了 将近一根涨停板 所以在行情的观察上面 如果你前面很悲观 大涨第一天 你不会马上变乐观哦 你会觉得很错 怎么污染大涨了 还没搞清楚状况 当大家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 我们在一开盘 已经开始买股票了 这个就是差别 这个就是观点上面的差别 所以为什么我们节目上面 要不断的把我们的想法 跟研究到的现象 来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 跟市场不要脱钩太远嘛 当今天看到了股价大涨 你也不会觉得很意外啊 但如果你今天 一直觉得这个行情要转空了 你看到第一天大涨 你会觉得怎么样 空死它 拉上来给我空舒服空死它 结果你空在第一天 你发现后面还涨了400多点 这样子不好啦 好不好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认为呢 在还没有出现败笔之前 大家的心态上面 都还是能够比较偏向多方 至少空方时间还没有到 那么空方时间什么时候会到呢 还有呢 我们要观察什么样的指标 明天我们中午 没有财经第一线 我们先讲 我们明天中午 没有财经第一线 因为我们要开一个 线上的座谈会 那这个线上的座谈会呢 就是我们会把连结 就是大家想要参与这个座谈会 我们会把这个连结 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这个座谈会里面要谈什么 谈接下来台股的行情 应该会怎么发展 以及很重要的是 到底这一波涨完了没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这波行情已经走完了 我们有哪些风险是要留意的 以及未来有哪些事件 可能是大家必须要持续关注的 我们在明天的这个线上座谈会 都会来一一帮大家盘点 好吗 如果有兴趣的投资朋友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线上座谈会 那么这个线上座谈会 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会把登记的连结 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 都欢迎投资朋友进来看看 里面的资讯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团队也会来持续帮大家 追踪最新的财经资讯 还有继续帮大家解读 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在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你的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